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佛法是为了解决痛苦的 这是唯一的目的 解决自己的痛苦叫解脱 解决众生的痛苦叫慈悲 那既然要解决痛苦 大家一定要知道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那什么造成我们痛苦 什么造成我们痛苦呢 刚刚我们战言法师讲了 业力 所以各位一定要相信因果 一定要忏悔业障 一定要守持戒律 不然的话我们自己在害自己 永远具足一句话 外面没有敌人 我们自己才是自己的敌人 是因为我们内心里面 如果有烦恼叫贪嗔痴三毒 我们这个生命就永远在痛苦 下地狱做恶鬼生病 都不是别人或神或佛给我们的 这叫生性因果 这叫什么念下来 自作自受 自己给自己的 今天你很有福报 那也是你自己种的善因 今天你长得很漂亮 那是因为你贡花 你微笑 你庄严 别人 那你自然有这样的一个果报 所以佛教要我们 特别是各位在家居士 特别在缅甸佛教 讲了最多的 就是这个因果观念 一个不孝顺父母的人会如何 将来下地狱是什么 一个邪淫的人是如何 将来下地狱的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缅甸人 所以经常说 他手收了拿了很多钱 也没人会抢他 以前但应该是如此 现在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因为现在过去的很多人 相信寺庙所讲的这种 因果关系 那再来我们要忏悔业障 不是光这一世 还有前辈子 这辈子我都没有做坏事 甚至有些人我从小吃素 那时他会生病 或是他有一些障碍 这个就是过去世的业障 就像释迦牟尼佛 那个腰痛 痛得快要断掉 因为过去世 他曾经为了摔脚 把别人的腰给摔断 他弄死了 释迦牟尼佛差一点被石头砸死 那因为他过去世 有一次为了跟他的弟弟抢财产 同父异母的 把这个弟弟推下悬崖 然后用石头把他砸死 这样 所以佛陀说 那每个人都必须承受他过去的夜报 因为他成佛了 那讲的是圆满的心态 但是在一个肉体上 他还必须承受 就像提婆达多 经常要害佛陀 那这也是佛陀过去 是跟他结一个恶缘 所以结束痛苦 那痛苦的因 那就是因为我们造的 身口意的恶业 所以你不要再造业了 这叫修行 你也讲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伤害到别人 伤害到自己的 伤害到世界的 都叫恶业 千万不要做 猪就代表所有的你都不能做 刚刚我们在研发的时候 讲到蚂蚁 你一只蚂蚁都不能杀 听我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出家人 他在打坐 结果一只野猪 被其他的动物追 那只野猪 最难碰 因为乱闯 把那个出家人砸死了 他出家人打坐被他砸死了 后来有人去问佛陀说 这个出家人为什么会这样 佛陀说 这个出家人几年前 他有一次要打坐搬石头 结果搬石头把一只蚂蚁压死了 那一只蚂蚁现在投胎做野猪 所以那只野猪就不小心把他撞死了 各位 一只蚂蚁 一只蚂蚁 所以佛陀在经典说 你连一只蚂蚁都不能杀 为什么 这只蚂蚁搞不好比你早成佛 只是它现在视线成一只蚂蚁 如果你去杀掉一只蚂蚁 那你就杀掉一个你将来得度的机会 所以你去喂一只蚂蚁吃一点点东西 你会觉得这个太小了 但是佛陀就说 你以慈悲心不失一只蚂蚁 一只小动物一点点食物 超过你用无量的时间 供养所有佛 供养所有菩萨 供养所有出家人的功德 为什么 慈悲吧 我想每个人都会去供养佛 供养出家人 但没有人会去供养蚂蚁 所以慈悲的功德太大了 所以各位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 那举手自老 蚂蚁太简单了 所以各位等一下回去 他们会发给各位一包米 米各位撒一撒 把今天的功德 等一下你拿到这包米 你打开的时候 你就观想今天的功德 今天我们点了这么多灯 供了这么多水 大烟贡 大药贡 四位法师 讲法 功德很大 吹一下 然后这个米呢 你走到哪里就 就在布施黄金 因为那些孤昏野鬼吃了 得到这个功德 生甜 就挤了世界 明天上午那些鸟会来吃 你平常吃饼干 所以明天我们要出去放生 如果你愿意参加 最好麻烦你买多一点甜甜的饼干 好吃的面包 因为这个饼干 我们到河边可以 可以做烟贡 可以喂蚂蚁 可以喂鱼 那些饼的那个面包 一样 可以修很多很多的福报 所以我们在车上 尽量准备多一点吃的 因为用食物来跟众生结缘 你可以结很多很多很多的缘分 那只鸟 那只鸡 那只鱼 那只蚂蚁 那只昆虫 你想办法跟它结缘 因为你相信了 佛教是这样 所以你如果问我佛教怎么修行 三句话 念一下 来 深信因果 第二 体悟空性 第三个 实践慈悲 那就是三句话而已 我们也叫 真上身 去我直 成正觉 真上身就是相信因果 我希望不好的不要再发生 我希望越来越好 那你就要相信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既然恶有恶报 所以我们要守戒律 不要伤害众生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骂人 不骗人 一直到不喝酒 吸毒等等 然后呢 那如果你发愿来自身 那如果你发愿来自升天 保证升天 就像你唯有一个儿子 他突然今天晚上都没回家 妈妈急死了 一直想他一直想他一直打电话 找不到妈妈到天亮都心都快裂开了 但是孤魂野鬼 他可以一百七十万年天天在想家人 心都要裂开 然后没有办法看到他的家人 你看苦不苦 但是如果你晚上为他点个灯 他就可以马上看到 慈不慈悲啊 太慈悲了 那进一步我们不是要他看到家人 也就是说他看到家人不痛苦了 我们希望他看到极乐世界 所以你点灯的时候 你只要念了阿弥陀佛 或是点灯祈愿文 来 跟我念一下 燃起佛前灯 灭除心头火 怨此大智慧 照破众无名 解得见净土 就是灯的光可以消除众生的黑暗无名 愿他们看到极乐世界 所以各位你最好在你家门口 像英国人都会买一个玻璃的柜子 他们就点一盏 就放在里面 晚上就点点到天亮 那因为英国算轨道很多了 但是只要有点灯的人都会感觉到 家里很舒服 很好睡觉 哪怕一盏灯 那我们是很喜欢在佛前点灯 佛前点灯也可以 但是各位你要想 佛不希望这个灯 佛是希望我们以慈悲心供灯 把这个亮度 因为这个灯又照着佛的亮 以佛的光明 照到地狱道 孤魂野鬼 让他们离苦得乐 所以第一个 就是要深信因果 所以要慈皆不慈 第二个呢 体悟空性 那这个叫出离心 我们凡夫都觉得一个我 我在被爱 我在被骂 我成功了 我失败了 事实上 这个世间没有这个 我这个真实的东西存在 就像各位 我先问一句话好了 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不一样 不一样 昨天外面的水沟的水 跟今天的水一不一样 不一样 昨天的云跟现在的云一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成长 都在劳化 都在变化 这个世间 没有单独存在 自己的力量存在 永恒不变的 这个我 没有 不但没有 连这个石头一样 它可能可以一千年 两千年 最后它还是 风化掉 那这个花更快了 更快了 我们今天的法会也会过去的 这个世界存在的就像那个分针秒针 它永远在动 没有不动的 就像这个电灯 阴电 阳电 刹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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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感觉到量 那这个量就是不断的在输电才有可能 电从哪里来 火力发电 水力发电 核子发电 风力发电 那所以它是一种住原 它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存在 所以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一个这个我 就像你的指甲 你现在来看 它不动 不动 两天看它就藏了 因为它在动 只是你不知道 那为什么会动 因为我们身上死掉的细胞 变成指甲 变成头发 新生的细胞 又让我们生命 就是这样 只是我们老化的细胞慢一点 所以你就开始老化 有皱纹了 但是它天天都在动 那各位要去了解这个 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单独永恒的我 万事万物 都是空性 空性不是没有 空性是万事万物都是 原因条件组合 所以它变化无常 所以它永远没有单独这个我的存在 书啊 麦克风啊 桌子啊 大雄宝殿啊 所以各位你思考好了 请问我们现场这些人将来存不存在 一个一个死 请问这个大殿 永恒的未来存不存在 不存在 那这个世界本来就如此 都是一个暂时的存在 没有一个单独的我 但是大部分的都觉得说 我啊 我要漂亮 我要有钱 我要被尊敬 我要如何如何 那佛教 所以佛教是针对把这个我 值 这个我不过是 身心的组合 身体 受想形式 感受 想法 意志 意识 组合的 身心 无韵合合 哪里有我 那各位这个也要 一定要就是不断的去想这个道理 观察 分析 然后这样慢慢把这个我消除掉 不然如果你不去消除这个我 你认为有这个我 那你变成我喜欢 我讨厌 我骄傲 我嫉妒 那你就一直在这种烦恼状态 所以有这个我值的烦恼 会起的分别心 贪嗔痴 傲慢嫉妒 那你深口意就会造业 你造业 你不断的在轮回啊 轮回啊 轮回啊 轮回很痛苦了 人要求得好死 很困难的 死亡是必然的 又不知道怎么死 没事要去医院检查 抽血 找自己怎么死的 是糖尿病 还是高血 还是怎么样 反正怕得要死 时时刻刻 这些死亡 生病都在找我们 就是很脆弱 所以我们一直发展 医学 医药 运动 各种方法 甚至各位会来拜佛 也是怕死 不然你来拜什么拜 只是你眼光要远一点 不能光这一辈子 不能光为这一辈子拜 你还要为来世拜 希望来世 至少解脱生死 有些人升天 升天当然可以 你只要有布施 有受戒律 念下来 持戒得升天 布施得大父 你不用求 这不用求的 守戒律 不杀身 不托刀 不行 保证升天的 但是你有布施 那你会有福报 所以第二个 我们第一个 增上身 就是你要相信因果 持戒 不失 去我直 因为这个我直 让我们很痛苦 生命的敌人就是我 这个我直 产生了烦恼 贪嗔痴 所以你要把这个我直 去除 如果去我直 那你要思维空性 那各位要读 心经啊 八道人厥经啊 金刚经啊 然后呢 按照这样去思维 不然你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被放弃了 我被爱 人家说你好漂亮 好高兴 人家说 你哪老 你怎么那么老了 不爽啊 怎么老 我才几岁 你说我老 所以我们做一个实验 在电视上 百货公司门口 小姐来了 一个人朋友 阿姨阿姨录了 气死了叫我阿姨 我这么老吗 故意的 所以我每次看到报纸说 有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人 完蛋了 我也六十岁了 六十岁的老人 我也老了 你要有危机感 所以我要更精进 老了吗 更精进 离死亡越来越近了 离解脱也越来越近了 离极乐世界也越来越近了 死亡对我又有一个新的生命开始 太好了 所以我为了来世的死亡 我现在更努力 所以念一下 来 舍弃今生 追求来世 这是起码的条件 起码的条件 所以各位 你很努力赚钱 没关系 赶快布施 赶快积功德 至少来世好吧 像我很喜欢印佛经 我下辈子一定很聪明 从小我就看佛经 我到处供养出家人 我下辈子 我这辈子最倒霉是到 三十三岁才跟出家人讲话 之前没有跟出家人讲过话 如果我小时候就跟出家人讲话 我早就出家了 这是因缘安排如此吧 叫我了解很多世界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经常亲近出家人 无分别的供养所有出家人 因为出家人里面 好多好多都是修行者 就算他现在没有 以后他也是一个圆满者 要跟他结缘 各位要至少追求来世 当然来世还是还在轮回 那如果你能够体悟空性 无我解脱了 所以多读新经 还是你多看阿含经 各位看不懂 然后听善知识讲话 第三个才是我们佛教的目的 念一下 实践慈悲 那为什么要实践慈悲 因为众生苦 因为众生不了解因果 众生强烈的我执 所以你在实践慈悲 不能够离开这个 佛教里面说 我相信因果 但是你慈悲心 去断恶修散 慈皆不施就对了 那实践慈悲 可以让你更找正的空性 消除我持 所以为了要成佛 那你必须实践悲心 以这个慈悲心而发起菩提心 那实践慈悲 那各位就刚刚讲 点灯 不是为了自己眼睛漂亮 皮肤白 点灯 为了众生能够消除无名 愿意众生都能够往生净土 所以我刚刚三位法师在讲 我边听边在外面念 我在念什么 希望他们都听到法师在说法 今天晚上是大超度 三位金刚大士 再给他们说法超度 然后我在外面一直观想烟共 水 灯 这么多的灯 希望他们得到这些福报 也得到了这些佛法的加持 那所谓实践慈悲是 当然如果你有消除我值的根本 就是说根本没有一个我 只有众生苦 我是不存在的 是诸法空向 但是众生的苦明明出在 因为众生不了解因果 众生还觉得有一个我在鬼道 我在地狱道 他有这个执着 所以他就在鬼道地狱道 所以我们如果给他读《心经》 消除这个烦恼魔 也帮他修福报 希望他能够往生净土 所以实践慈悲 各位要开始去实践波罗蜜 念一下布施 这个布施跟前面的布施不一样 行为上一样 行为上一样 那这个布施呢 除了相信因果 又不执着我在布施 或是你在接受我的布施 就像这个花 你十块钱买来 一百块买来 你也知道它会坏掉了 那花本体也是空性 但至少我认为它还没有坏之前 我赶快用 就像各位你口袋的钱 你也知道你死了 什么也带不走 那我利用我现在还活的 利用这个空性的钱 我赶快来累积 成佛的质量 来自帮助众生的助缘 那你这样来布施 持戒不是为了升天 也不是为了个人解脱 那持戒 我利用持戒 来培养那种永远不伤害众生的心态 利用持戒 把这个功德来回向给众生 也成为别人的模范 所以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达到自利利他 能够消除我之 又能够帮助众生 又能够累积成佛的质量 所作功德都是会回向众生 所以我们来回向 点灯功德 发菩提心 点灯功德 那又不一样 一开始讲点灯功德 你有你的想法 但是你要把这个点灯 变成发菩提心 以发菩提心 为众生脱离轮回成佛 你也不执着 因为灯最后也是 烧完了没有了 供水功德 供食物功德 供药物功德 做甘露诗诗功德 慈悲焉供功德 药师焉供功德 听文佛法功德 听文佛法功德 慈悲众生各项功德 水洗观音士 法伐宝塔功德 观音像功德 药师甘露电功德 大雄宝电功德 出家师父功德 宏光法师功德 念不完啊 缅甸六十万出家人功德 这么多这么多的功德 然后我们都 以这个功德 把融入在我们的水啊 米啊 布施给蚂蚁啊 完全都给它融入 希望对方 所有众生 都同享功德 空性嘛 平等嘛 大悲 大悲心 不舍弃任何一个 小小的生命 心中没有敌人 这样来使见慈悲 最后我要说的是 那天很多人问我 一个人要找到爱情吗 要结婚吗 就像如果你现在 18岁 25岁 可能29岁 拉紧抱了 还没嫁出去呢 那到底要怎么办呢 但是我告诉各位 佛教要我们找到自信 自信就是你的佛性 才是你真正的爱人 不要往外求 你往外 你往外去找快乐 找爱人 你会离自己越来越远 越来越寂寞 就像喝海水一样 越喝越饥渴 真正的爱人是你自己 所以念下来 菩提心 才是我真正的爱人 他不会伤害你 贪嗔痴是你的敌人 所以要找到真爱 就是你心中的佛陀 那心中的佛陀 怎么做 那就是你去实践慈悲 你去发菩提心 所以不要做新的奴隶 我爱我恨 要做内心的主人 用刚刚讲的相信因果 体悟空性 实践慈悲 来引导你的心态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念经 我认为缅甸人很会背经 非常好 我去大金塔看他们在一直念 但是经典里面有意思的 不管巴黎文 词经 什么经 三规一 那你要把你的思想跟你所读诵的经典 听闻的佛法连在一起 这个是假的 耳朵也是假的 但是我们透过耳朵 然后呢 听闻佛法 进入我们的真理的生命 真理的生命是什么 菩提心 空性 你的心态 你的心态里面 道德 没有执着 大慈大悲 这是你永恒的生命 就像我现在在讲讲讲 讲到一半 海盗法师被暗杀死了 因为对方不爽 但是我的生命还在 肉体没关系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生气的 所以各位这个你要练习好 就像甘地被打死的时候 神要来接我了 要原谅 还叫大家原谅打死他 不要有恨 所以他可以得到圣天 因为他真理的生命 不是这个肉体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 无名 什么叫无名 你认为你有爱人 你认为你成功 你认为你很健康 你认为你很漂亮 你唱歌很好听 然后你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这个是骗你的 如果你把生命定在这个会变化的 那真的很可怜 所以我们点灯 照破众无名 希望我们点灯 希望所有众生 不要再去执着这个外向 我要追求权力 这个世间人每天都在追求权力 追求欲望 表现自己 凸显自己 报复别人 竞争 斗争 战争 毁灭对方 那这些都是因为 他们执着有一个我 我高我低 我爱我恨 我慢 我吃 然后就造成这种对立 就像不同 现在我们在网路上很喜欢看 我今天看到一只母鸡 带四只小猫 他没办法把它盖起来 结果它跑出来 四只小猫 妈妈妈你跑去哪里 鸡在带猫 这个就是空性 就是说超越你形象的去爱对方 所以我们喜欢看这个片子 但是我们人 我喜欢爱 我男人喜欢爱女人 我十八岁的 我要找一个十七岁的 我二十岁找一个二十五岁的 然后都是在这种关系 互相利用 那你会痛苦 那佛教叫我们破一切像 没有男女像 没有众生像 没有我像 那达到空性 空性是绝对平等 而不是没有 绝对平等的去爱护一切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没有一个人不是我 那帮助对方 才是帮助自己 所以佛教里面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讲的是你这个佛性 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关怀所有众生 承担所有众生苦 要让所有众生都离苦 都成佛 维持这个心态 叫菩提心 圆满这个心态 就成佛了 所以 大概佛教内容 讲来讲去都一样 但是各位 像我在讲 我这个不用打稿 为什么不用打稿 因为我要 这个思想是我的思想 那才是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就是这个思想 引导这个身体 眼睛嘴巴去做事 这是我的生命 所以我这个生命里面 不能有 里面有分别心 我喜欢讲课 我喜欢做头 我喜欢管别人 这里面不能有这个东西 因为我在讲了 跟你在听的都是一样的 因为佛性都是平等的 透过念经 听佛法 诵经 修仪轨 持咒 至少找到你内心的 本体 佛性 用佛性产生行为 把这个花变成一种菩提心 把这个灯变成菩提心 把食物变成菩提心 把你的钱变成菩提心 所以简单的说 那各位今天听到了 四位法师生命的精髓 讲完我们就可以死了 再见 因为你得到我的生命 精髓 这个比较重要 那这话讲回来 谁先死不知道 所以还是准备好 那是一个人 所谓开悟 他已经找到生命的方向 不会能把开悟当得最难 那各位今天 听四位法师这样讲一讲 开悟了没有 开悟 所以学佛是一种改变 你了解了 所以你要改变 改变了 本来你不喜欢他 现在要喜欢他 本来你不原谅他 现在你懂得原谅他 晚上你太黑喝醉酒 跑错家 这不是你家 谁说了 都是我家 都是家人 没有跑错家 是你有分别 我没有分别 睡觉吧 所以处处 出家人没有家 处处是家 出家人没有家人 处处都是家人 意思是说 这个出家的意思是代表 自私 出离自私执着 你才能够融入于众生 融入于世界 就像我们融入佛陀一样 融入佛陀 南无阿弥陀佛 那我们要融入对方 以阿弥陀佛的心 融入在对方 帮助对方 所以佛法不是很困难 困难在于去实践 那如果你愿意去实践 然后你把这些话记起来 你一辈子去实践 这样就好了 调伏自己 关爱众生 净化自己 承担众生 自尽其意 圆满大悲 你要怎么讲都没有 悲至双运 南无阿弥陀佛 希望大家都去极乐世界 希望大家都变成阿弥陀佛 希望世界变成清净的世界 南无阿弥陀佛 你这样去念 也这样去祈愿 也这样去行动 这样就好了 好 我留几分钟 各位如果有问题 可以举手 大概各位 大概也没问题 台湾人跟缅甸一样 客气 客气 私底下 讲很多 公开不讲 我们道路人不一样 一直举手 师父找我 话很多 不知道有没有修行 但是问得到自己的问题 这两天发生一件事情 有一个小女生 她离婚了 但她有一个小孩 后来她很疼爱她的奶奶 她很爱她这个老奶奶 因为她离婚了 所以她跟她老奶奶很依靠 后来她就跟老奶奶 老奶奶 你一定要再投胎 投胎来做我 做我儿女 投胎做我 她就这样 发愿 结果没多久 她交了一个男朋友 竟然让她怀孕了 然后她想完蛋了 搞不好怀孕是我老奶奶 然后她男朋友 又叫她堕胎 然后她想说 不堕胎 因为她一怀孕以后 就不舒服 哪里不舒服 然后她到底要不要堕胎 那堕胎会不会杀到 自己的老奶奶 我跟她讲说 就算你没有杀到你老奶奶 你也杀死你亲生的儿女 她问我怎么办 我说生下来啊 生下来如果我男朋友 跑掉什么 男朋友可以换的 但是儿女你为了你 这女人有时候还真笨啊 对吧 是不是 为了爱情什么都敢做 为了爱情可以杀儿子 你看看 那是不是很大的无名 所以我说你打死 你都不能堕胎 既然姻缘 搞不好真的是你老奶奶 不然她还真的要去堕胎 你不能杀你的老奶奶 你老奶奶又来了 感谢你那个坏的男朋友 没有你的坏的男朋友 你老奶奶还来不了 你要好好保证生出来 像你老奶奶 她说我老奶奶生病 对啊 还没医好啊 现在在你肚子里面 真是如此 凡事有直觉就对了 因为她自己已经有直觉了 所以我想堕胎很恐怖 那怎么办 你懂佛法了 你就懂得忏悔 懂得帮她超赌 那没关系 但是你要帮助别人 很多人不知道 她还在堕胎 她还在杀生 她还在杀死一只蚂蚁 杀死一只蚂蚁 会不小心被撞死的 所以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好 所以最后我带各位回向 然后今天焉供可以做很久 太好了 我希望明天如果你来参加法会 多买一点来 好不好 多买一点来 好吃的 素食的 然后如果更多 我们还可以送给贫穷人 多好 甚至更多拿一些去喂鸟 喂蚂蚁 喂鱼 我知道可以做焉供的地方 继续努力帮助他们 今天是农历十四 六灾日十灾日 一千万倍的功德 所以我们今天等于加了一场的法会 我们下午就开始了 所以像我老实讲 我今天有一点打混 因为我从早就一直讲 我喉咙已经在痛 但是我就 我很想把握机会 多修一点功德 然后 这也是自我 我想修行是一种自我挑战 像爬山一样 很累 要是你要爬到顶成佛 那成佛还要爬更高的山 为什么 你还要再下来再上去 再下来再上去 这叫成佛了 就从你已经爬到一百楼了 快死了 这叫成佛了 那如何度众生 下来吧 下来 然后扛着别人再上去吧 那干嘛 再下来吧 再上去吧 再讲这个叫轮回 成佛就是为了来轮回 来帮助 因为你才有那个空性跟力量 再下来再上去 如果你没有成佛 你就没有具足佛的力量 实力 十种力量 不可思议的力量 那但是各位不要怕 因为这是生命最有意义的事情 可以成佛 所以应该每个人为了成佛来精进 来努力 特别各位身在缅甸佛教 全世界 我告诉各位 全世界现在佛教气氛最浓的 还是在我们缅甸 最单纯的 而且大部分人 有些男生都有出家的情愿 女孩子还有这么虔诚 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全世界一个国家里面 出家人最多的在我们缅甸 那我想大家应该想要有这个福报 如果缅甸非常的科技非常的发达 大家就不学佛了 学手机了 因为被世间的欲望抓走了 所以有钱 有欲望 不是一种快乐 所以出家人为什么要理个光头 每天穿一样的 那就是让我们 不会跟着流行跑 不会追求欲望 那这样你有更多的时间 去思维 去慈悲 而不会自私 好 我们来回家 愿意此功德 点菩提灯功德 供甘露水功德 等一下要麻烦各位 下去的时候 就拿几杯水泼出去 好不好 或是你把水装在空瓶子里面 麻烦各位 水走到哪里 洒到哪里 让爱甘露变满这个世界 让他附近的痛苦的乃至孤魂野鬼 咽口鬼 哇 今天过年了 加菜了 然后又给各位一包米 米对你来讲没什么 但是对那些众生是黄金 是甘露 你丢钻戒 那个鬼才不理你 没用啊 这个有用啊 那等一下还有药包 麻烦各位下去 一人拿一包 再给他投在烟供炉里面 制造更多的药师烟供 让他们得到药师佛的加持 得到财富 你让他们得到财富 得到健康就是你得到财富 很简单的道理 然后得到的烟供的超度 所以要做这些功德 来 甘露水功德 药师焉供功德 慈悲焉供功德 听法师说法功德 相信因果的功德 体悟空性的功德 实践慈悲的功德 找到真爱的功德 菩提心啊 不要抓住你老公说你是我的真爱啊 痛苦死吧千万不要 所以没有在谈恋爱的 打死不要谈恋爱 已经在谈恋爱了 转为慈悲好好修人路 没有别条路 所以如果你转为慈悲 所以如果你转为慈悲就没有痛苦 你还是用世间的男女 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来 愿以所修诸功德 全部供养 愿佛法弘扬世界 也 所有善业 所有善业 回向六道众生 往生排位 各人累劫累世 父母祖先 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一切友情 同享功德 解脱轮回 发菩提心 成佛度众生 回向洪光法师 回向洪光法师 身体健康 快乐自在 因为我看我们洪光法师 好像压力太大 所有法师 快乐自在 做法师要秀一点 你看我们那些年轻法师好快乐 所以他就会来 我们那些年轻法师 好像有点压抑 所以要表现快乐 我常讲一句话 你快乐才可以给别人快乐 因为你内心没有烦恼快乐 你就可以把快乐 告诉别人怎么快乐 好 回向所有出家师傅 我想所有缅甸人 所有人类 同享功德 离苦得乐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药师佛 那么观世音菩萨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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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